社区的志工妈妈们 拿着斗笠跳着传统舞蹈炒热现场气氛 紧接着还有萨克斯丰乐团演奏 让大家一包二福 一连串的演出是台中旺游草女性成长协会 特别为弱势家庭举办的围炉聚餐活动 总共有26桌 26桌来的身份有 我们老人照顾据点的长者 还有我们弱势家庭那个单亲 单亲网络客户照顾 还有我们身脏 身脏据点的朋友 还有外配 总共有五个永续方案里面的弱势家庭 台中旺游草女性成长协会 连续五年爱心不中断 赶在年节前夕 在杀戮的斗笛礼活动中心 举办寒冬送暖年终围炉活动 除了邀请到弱势家庭前来欢聚之外 还发送上百份红包和物资 而台中市副市长徐忠雄也特别到现场来表达关心 并且对协会的善心意举表达肯定 家庭美丸吃饭就快乐 吃饭交用 怕吃饭交用也幸福了 所以说今天幸福是一种感觉 这个幸福现在 虽然说一个社会建设 有时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都做起来 但是这个幸福感觉一定要大家感受到 这个活动是一个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 所以在我们的可以说整个我们弱势团体之中 那由我们黄油草来关怀来关心 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学会也提到借由一起围炉享受团圆之乐 大人小孩一口接着一口 不仅暖了胃也暖了心 这网声宣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